民进党金融市党部主委苏仁河手上拿的就是2023总统府春联 配合今年兔年春联上的喜福孕兔 取吐与吐的谐音 希望祝福国人在兔年都能欢喜福气好运连连 我们今年的春联 那么到这边也写得很清楚 那么就是喜福孕兔 那么这个孕兔代表我们兔子兔年 兔子的谐音 有的兔子 温度 温度 就表示说今年兔年开始 那么祝福大家 都有好好温 要在一段时间就有 那么本事都适适顺利 最受欢迎的总统府兔年红帽带和议员福袋 则是以元论又卡哇伊的金兔造型为主 炯炯有神的眼睛 加上一对招风大耳 可爱又讨喜 今年这个兔年 那么也是一元父子的这个福袋 那么大概今年的材质好像比较好一点 那么而且还可以折成这样 那让大家看起来就非常的漂亮 那包括红包带 那么也是一样 那么正面这边 有一只非常金色的兔子 那么后面有总统府 那么还有包括我们总统蔡英文跟副总统 那么赖清德的宪子 那在这边 这是两个 包括刚刚的这个春联一样 就是总共这样一份的刚好三个 三种款式 那在这边就是要祝福大家 那么大家新的一年开始 那大家都有一个好的开始 这一整组包含春联红包带及议员福袋 金融市部分从1月9号起 在民进党金融市党部 及12位党籍议员服务处供民众索取 由于数量有限 有兴趣的市民可千万别错过 让萌哒哒的金兔陪您开心过好年 祝大家玉兔之年 好运连连 记者张琪腾 金融报道